荣耀归上帝,相信今天又是一个美好的早晨 上帝的真爱永远会爱你们 愿祂是您有个快乐和健康的一天吧 阿们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五 让我们来读来自于克雷斯·欧亚克罗姆牧师的每日领袖话语的实际 今天的主题是 在真理中行走,停留 首先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 请大家翻开约翰二书第一卷第七章 因为有许多欺骗人的来到世界上 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在肉身中来的 这就是欺骗人的和敌基督 让我们来读今天的文章吧 神的话语就是真理 你不可能在知道神话语的情况下 被欺骗或跟随错误的声音 约翰一书第四卷第一章说 亲爱的,一切的灵,你们不要都信 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属于神的不是 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 当你知道神的话语时 你的灵里总会有光 这样你就不会被假先知 假教师和假弟兄所误导了 许多人会被轻易被误导的方式之一 是通过错误的联系 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你开始与那些不应该在意的 Ion 就是你生命的进程 的人交往 就是那些秉使着 与神话语的教导和真理不一致的交易 或训练的人 你必然走错了方向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人可能会成为你的顾问 不久之后 你的语言就会改变 这就是多人受到错误的驱灵史或激发 而走上错误道路的原因 圣经说我们是属神的 认识神的就听从我们 不属神的就不听从我们 从此我们可以认出真理的灵 和错误的灵来 约翰一书第四卷第六章 要留在真理中 阿们 使徒约翰十分关心神的子民 是否明白真理 并行在真理中 在约翰二书第一卷第一章 他说到 长老写信给盟监选的女士 和他的儿女 就是我在真理中所爱的 不但我爱 也是一切知道真理之人所爱的 神愿你行在真理中 因为正如我们的主题经文中所读到的 世上有许多欺骗的人 他们不承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 他们既不承认基督道成肉身 也不承认基督复活 承认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意思是 只宣告出这个真理 过一个配得上这真理的生命 把荣耀归于神 哈利路亚 因此 在这末后的日子 行在真理中 约翰说 我听见我的儿女在真理中行 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 约翰三书第一卷第四章 无论你在哪里和我们一起祷告吧 宝贵的圣灵 感谢你 因你教导我神的话语 使我在真理中行走停留 我永远不被欺骗 因神的话语是我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神的话语在我的里面刚强 转变我的生命 用基督的意影响我周围的人 在耶稣的命里 阿们 如果想了解更多 可以到以下参考经文 约翰一书第二卷26到27章 约翰二书第一卷第七到第八章 约翰三书第一卷11到12章 和约翰一书第四卷第六章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今天活着 我口你承认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就是我生命的主 借着他并他的圣灵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借着每天领受神的道 全联享受神荣耀的同在和圣礼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联系吧 我们下次再见